好,欢迎来到复旦大学青年讲师团的直播间 我是本次主持人蔚蓝 不知不觉,复旦学子们已离开线下课堂三周有余 会给泡泡中的大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课程探索平台 复旦大学青年讲师团推出了泡泡限定系列直播课 来满足大家多样化的需求 解锁泡泡中的丰富课堂 本期,我们的泡泡限定直播课邀请到了段怀清讲师 段怀清讲师是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也是哈佛阴京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及现代保守主义文论 时间叙事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于时间叙事的阅读理解 一是小说阅读理解的一种方式 现在让我们跟随段怀清讲师的步伐 感受节气与节庆 为现代中文小说时间叙事的形态展现 了解更多关于时间叙事的知识 各位,在听课时 如果对于课程内容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直接发在我们的弹幕中 课程的最后 我们也留有了提问互动环节 下面让我们有请段讲师 好的,谢谢主持人 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的 我的这个共享屏幕看得到吗? 嗯,看得到 可以是吗? 嗯,可以的 好的,那我就这个开始 首先还是要谢谢这个 汇丰中文的邀请 最初这个 跟我联系的时候 大概这样的一次讲座 是为这个清明节 就是这个准备的 没想到就是说 这个清明节这个前后 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 新一波的疫情 影响到 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样的对我们的学习 也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 目前我们的 几乎是所有的教学活动 都已经全部的 这个改为线上了 当初我准备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想讲一个 跟这个节气 与节庆有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学书写 节气和节庆 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说四书五经 构成了就是说 中国传统精英文化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上层文化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支撑的话 其实节气与节庆 不仅通过就是 这样的一种 比较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 和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这个宽度的方式 一方面把就是 这个基因文化里面的 有一部分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内涵 或者说思想 或者说观念 渗透传递到了 日常生活当中 同时这个通过节气与节庆 又把中国传统的 这个劳动生产 特别是这个 这个底层 劳动人民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 串联到了一起 所以从老中意义上讲 跟节气与节气有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叙事 事实上 它几乎是 可以涵盖 中国传统社会的 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就是 这个文化内涵 但是里面呢 最核心的东西呢 又是构成了 就是 又是 又是有这个构成了 这个传统中国人 传统中国文化里面 最核心的 就是那样的一些 这个内涵 所以呢 我想就是围绕着 这样的一个话题 想跟同学们一起来 通过一些 现代文学文本 尤其是现代小说文本的 这个一起的阅读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 一个是在 小说这样的一种文体当中 就是传统的 这个节气与节庆 就是这样的一些体材 它是怎么样的描写 怎么样的叙述 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些描写和叙述 和小说这样的一种文体 本身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现实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的 节气和节庆的 它的一种存在的形态 但是在小说当中 在小说文本当中 就是节气 节庆的这个存在的一种形态 或者表现的形态 跟现实生活当中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 和存在形态 是什么样的关联 什么样的关系 是简单的 就是说复制 还是另外一种 呈现的一种方式 这是此起义 第二点我想 也想跟同学们一起来 就是观察 或者说一起来 这个看一看 就是在中国 现代中文小说里 我们所说的 传统的这个节气 节庆 有这样的这个时间节点 这样的一种 这个跟时间节点相关的 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日常生活方式 或者说日常的劳动方式 就这样的劳动方式 和生活方式 在现代小说文本当中 跟中国的传统小说 叙述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在这里面涉及到的 我跟同学们一起来考察的 就是说一个关注的一个维度 可能是现代小说里面的 时间叙事 跟时间叙事相关联 可以再稍微的 再放大一点点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现代叙事学等等 或者说它和这个 经典叙事学里面 围绕着就是节气 节庆 就是这样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些时间也罢 这样的一些事件也罢 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 集体的经验 甚至于集体的记忆也罢 它之间是生成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 具有现代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 不同于我们所说的 这种传统小说 和传统社会的 那样的一些特质 这样的一些特质 对于我们思考 现代小说也罢 对于我们思考 现代小说的里面的 所谓的这种 现代性也罢 是否有什么样的一些 启示或者说帮助 之前呢 我这个 因为这个清明节的 相关的材料 我这个 因为时间的原因 没有来得及 就是说 去 去准备 我准备的呢 还是跟这个 我们刚刚事实上 也是刚过去不久的 这个春节 大家都知道 春节在中国 它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一个时间节点 比如说可能是初夕 可能是元旦 对不对 或者说 初夕与元旦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玄接 我说的元旦 大家注意 是中国传统的一个 文化形态里面 表述的元旦 不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元旦 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已经是洋厉的 中国传统的这个 这个 文化系统里面 我们也说元旦 那个元旦 就指了我们今天 所说的大零初一 对不对 所以跟同学们 找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 有一些材料 是跟春节有关的 就是这样一些材料 我们先来看一看 就是在一个民间文化 特别是民宿文化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 中国的这个春节节庆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 它是怎么样的通过一些 早已经就是这个 集体化 早已经就是说 符号化的 就是一些文化标示 把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的 这个主要的 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种 带有高度共性的 或者说集体性的 就是那样的一部分内涵 它把它确定了下来 或者固定了下来 这种这个对节日 节庆的这样的一种确定 和这个固定下来的 这样的一种建构方式 通过漫长的一个时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 事实上它逐渐的生成了 就是一代又一代的 就是中国人 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化当中 它和这样的一种文化 进行这个对话的时候 所能够激发出来的 更带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集体性共同性的那一部分 体验或者说 记忆 这样的一种建构 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一个日常生活的形态当中 这个逐渐的生成的 可是这样的一种 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成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节日或者说节庆的这种体验 它在这个小说 或者说文学作品当中 它的一种这个描写 或者说呈现的这样的一种 方式和形态和现实生活 哦 段老师 不好意思 看一下您可以吗 你说 您这边的屏幕好像看起来有些卡住了 可能需要您再重新进行一个放映 你说是卡住了 是指的 它不能走吗 是之前有一个下一章的一个选项页面 出现在上面 我知道 我还没有选 我还没有选 现在可以看得到吗 现在可以看得到是您的 就是PPT一个延续发展至今一个比较 对对对对 好的 我们会注意到 就是说事实上你会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一个民间的 就是民宿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形态当中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跟春节有关的节庆 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我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它 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庆的一个联合体 在这个跟春节相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 事实上它已经包含着从这个腊八节开始 对不对 也就是腊月初八 一直到正月十五 这样的一个大概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节庆的活动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生发出来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 生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 生活体验或者说节日体验 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些民间的一些艺术形式当中 不断地找到跟我们的这个个人体验可以进行对话 可以进行这个交集 甚至于具有一定的这个重叠性的 就这样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这个 这些木刻或者说年画上面 大家看得到就是说 往往会出现在跟我们的这个春节相关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时间或者这样的一些场所 他表达的那样的一些期待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这是我引发出来的第一点 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种节日当中 跟这个春节有关的这样的系列的节日当中 中国人习惯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 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来表达来来表达来寄托他们什么样的希望 什么样的这个祝福 或者说什么样的这种期待等等 类似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年画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还可以看得到更多 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些内容上面 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停留 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个年画同学们 也不陌生 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年画 从明清两朝 特别是有清一朝 在中国生发出来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这些年画的这个制作 这个和生产的就是这样的中心 你想河北的五强啊 天津的杨柳青啊 像山东的维方啊 以及我们江南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苏州的这个桃花屋啊 就在这样的一些一些跟年画的这个制作生产有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年画 年画里面主要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体材 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主题 事实上你会注意到千差万别 但是它又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共同性 或者说同一性 这些共同性和同一性 除了一些在这个色彩 在人物 在构图 线条等等这方面的有一些北方南方 就是文化上面的有一些这个差异之外 还有这个明朝 这个清朝 这样的一些朝代这个审美方面的 有风格方面的一些差异之外 你会发现里面的就是这个最核心的部分 跟春节有关的就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节庆 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 这样的一种这个 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化的一种内涵 其实它没有太大的变化 生成出来的是一种带有这个高度的集体性 或者共同性的 这样的一部分经验 或者说这样的一部分这个 记忆 这同样的是跟这个春节有关的 一些符号性的一些这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这个大概是这个贴在这个 大门上面的这样的一些 正宅的这个守护神 对不对 保护家庭平安的这部分这个希望 都是我们可以 不陌生的内容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跟春节有关的 还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对联 这样的一些对联表达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也是这个喜庆的 也是这个 这个祝愿的 祈祷的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些 类似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印象当中就是说 如果是现在我们同学们可能对 因为我们的城市化 因为我们的就是这个居住的条件 环境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其实如果是同学们 以前有过在乡下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记忆 你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在这个农村的农家的院子里面 你就会注意到 在鸡笼也罢 猪圈也罢 甚至还有这个猪 这个吃食的这个猪草旁边也罢 这个细心的 或者说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 都会切上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些春节住院的 表达这样的一些这个美好心愿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福年 还有一些这个集体性的 比如高度的集体性的一些行为方式 像春节 这个雨灯笼啊 放鞭炮啊 对不对 挂红灯 玩这个这个龙灯 狮子 这都是构成了我们 甚至我说的前面说到过的 还有一些跟这个美食 春节相关的美食有关的 您会注意到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它在建构出来的一个就是说 具有这个汉民族 甚至于整个中华民族 就是带有这样的一种 高度的这个共同性的 或者集体性的 就是这样的一部分生活体验 然后从这种生活体验当中 又上升这个出来的一部分这个文化体验 或者说审美体验 对不对 这一部分是构成了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层面 如何体验和如何观察 同样的也如何这个 这个欢庆 我们所说的就是春节这样的一个节日 或者春节这样的一个节庆 但是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 我们跟这个春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日常生活的一种经验和记忆 又是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对话 我们接下来想通过就是 一部中国传统小说 同时呢再通过就是说几部中国现代小说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年节 它的一种这个存在的一种形态 这种形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年节 它的一种存在形态之间 构成了怎么样的一种对话关系 中间是有交集 还是让我们体验到或者说读出来的 就是说这种更多的是差别 更多的是不同 更多的是不那么集体性 不那么共同性的 就是那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 就是这种体验或者说记忆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另一部分 或者说别一部分 它可能更多的不是跟我们所说的 大多数人的那样的一种体验和经验相一致 极有可能是少部分人 少数人甚至于是极个别的人 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带有集体性 或者说带有共同性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时间阶段里面 他们不同于其他人的 那样的一种相对比较个体 同时也相对比较独特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连结体验 这样的一种连结体验 对文学叙述或者说小说叙述 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意义 在这样的一种独特的 这个对少数人或者说个体 他们的这种存在 他们的这种经验的关注 或者说描写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生成出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说小说中的这样的一种连结叙述 和日常生活当中的连结体验之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应 或者说对比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就是一个同学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一个文本 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我想同学们可能都很熟悉 在里面的这个第53回 第54回 在《红楼梦》的120回里面 他几乎是用了完整的两个回目 两个这个两回的这个章节 来描写就是贾府 宁国府和荣国府 从这个初夕 一直到这个正月十五过完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十五天左右的时间里面 这个贵族之家 他们是如何 就是这个欢度 我们所说的这个春节的 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红楼梦》是不是中国传统小说里面 描写春节在篇幅上 就是最长的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 也许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小说文本 那我跟同学们要一起来讨论的 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的第五十三回和第五十四回 尤其是第五十三回 当然在第五十三回的这样的一个 跟同学们一起来的这个分享 我也不是集中在整个的就是这个这一回里面 而只是想跟同学们提示 里面有几个细节 这几个细节 只有可能同学们在看《红楼梦》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说注意了 或者说即便是注意到了 我们在读的时候该怎么样的这个阅读 怎么样的这个理解 特别是我们结合 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两个 就是关注的维度 一个是这个时间叙事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从这个现代叙事学里面 尤其是关注的这个叙事者 和这个受叙者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和这个真实读者 隐含读者等等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这个 关于这个经典叙事学的有关这个作者和读者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续讨论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第53回 第53回的这个回幕同学们 应该是不陌生 林国府初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也几乎是描写了初夕和这个元宵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联合体 就是在这个从纳月初开始 一直到真月十五过后 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中国这个古代的就是17世纪的 18世纪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18世纪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大富人家 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个欢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洁 我们当然并不是想从 直接的想从一个文学文本 尤其是像《红龙梦》这样的 这个经典小说文本当中 我们能来找就是文学史料和民俗史料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从里面 确确实实是可以找到 就是说有关18世纪的中国人 就是说特别是那样的一个贵族家庭 他们是怎么样的欢度春节的 可以找到很多非常真实的 可靠的就是那样的一些这个材料 这样的一些材料对我们建构 对18世纪中国人的就是特别是上层社会 他们的这个节日欢庆的 这个欢庆方式的就这一部分内容 应该来说是能够能够找到 得到很多的帮助 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找材料 我们的关注的重点 也不是通过材料去观察考察 18世纪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社会 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形态 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结构 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阶级形态 阶级结构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重点 虽然我们也会去关注 但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 作者是怎么样的建构 他的叙述的 他的一个叙述的选择的这个视角 他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 比如说他的叙述的节奏 他的叙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细节 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展开 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回荡 对不对 整个的又会建构出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世界 这个故事世界对我们所说的这个 节庆的这个联合体的这样一个 时间的一个维度 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的时间轴的叙述 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这是我们这个在阅读这一回的时候 也许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要跟同学们分享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予以重视的一些点 或者说一些内容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这一回我想同学们应该是挺熟悉 不陌生 这里面涉及到了就是这个甲府里面 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 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 作为一个大家庭 比如说祭祖 对不对 特别是在年节祭祖 这是这样的一种大家庭里面 非常重要的家庭活动 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的共同活动 所以家庭里面的各色人等都会出场 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个大家庭的 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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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 对吗 就是它不会有有有有缺失的 因为这个节日本身 它就是一个都不能少的节日 所以而且呢 也力求圆满的这样的节日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会出现那些矛盾 可能会发生那些问题 或者说不愉快 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 也许都会被这个屏蔽 都会被这个至少是这个忽略不计 那么问题是 叙述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种 可能会被忽略 可能会被屏蔽 可能会被怎么怎么样 那是这个甲府里面的 林国府 荣国府的当家人 或者说指示人 他们的期待 他们不希望这一天家里面 发生出现不愉快 对不对 这个无论是这个大人 还是小孩 无论是这个土人 还是仆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这一天 这一晚上 这一个时刻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满 对不对 所说的这个吉利等等 这是故事里面的 就是这个人物们 他们对这个时间段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可是叙述者 或者说作者 我们所说的这个叙述者 包括所谓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作者 和这个隐含的作者 等一会儿我们在后面 会跟同学们具体在讨论 涉及到的 就这个这些地方 我们所说的真实作者 和隐含作者 这两者真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这个还会存在着 所谓的隐含作者 我们所说的这个叙述者 或者说这个作者 或者隐含作者 不就是三位一体的吗 这三种作者 或者叙述者也罢 作者也罢 或者隐含作者也罢 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 在一个作品当中 还会存在着 就是说这个三种 不同的发生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等一会儿 也许就会遇到 就这样的现象 我们会看得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叙述者也罢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 真实作者 或者隐含作者也罢 他们到底是 他们对这个 节庆的这样的一种叙事 和这个小说当中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 邻国府 这个隆国府里面的 这些主事人 他们对这一天的 对这个时间节点的 他们的认识 他们的观察 他们的期待和希望 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或者说高度重叠的 如果不是 哪些地方不是 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会不是 这是我要提醒同学们 注意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一回里面的时候 我只想提醒同学们 注意的是这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 大家都知道 是到了这个年关 对不对 到了年关 我想同学们可能很关心 这个贾府 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家族 邻国府 有邻国府 这个荣国府 两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家庭 这个组合而成 对不对 在这里面 这个生活当中 生活着许许多的 主人和这个仆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学者 或者说有没有同学们 做过这样的统计 看一看 邻国府和荣国府 对 到底这个生活的 多少人口 我为什么要问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就会 这个追溯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邻国府 这个荣国府的人 特别是到了春节 这个节庆的时候 他们需要那么多的年货 这些年货 他们是怎么采购 谁帮帮他们采购 采购的都是些 什么样的一些年货 满足他们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这种贵族之家 他们的那些年货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倒是怎么样子 这是这个 第53回和第54回 这两回里面 特别是第53回 我觉得 非常值得同学们 关注的一个细节 这也是这个 《红楼梦》里面 不多见的 把《红楼梦》的这个 故事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描写的空间 从邻国府 从他们这个两个府 所在的这样的城市 就是扩展到 中国的这个乡村 当然这一次扩展 也是非常延展 延伸扩展到中国的乡村 特别是这个 为贾府 为宁国府和 隆国府提供 就是这样的 这个粮食和这个年货的 供应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装护人家 当然这样的一次 这个延伸和扩展 事实上在这个时间上面 是极短的 我们也就是在这一回里面 你会注意到 仅仅是通过 大概还不到 十个或者说 二十个来回的对话 就这样的一次 这个扩展就结束了 基本上我们在活楼梦里面 是不大容易看得到 就是在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中期 就是中国的农民阶层 他们的比较真实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 但在第五十三回出现 但它是用什么样的 一种方式出现 怎样的出现 为什么要出现 出现了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阅读和理解 就是甲府 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红楼梦 甚至于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 就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 他的文学 和他的文学世界 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我想这样的一些地方 也是想提醒同学们注意的 我们注意到这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就是因为到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间 按照惯例这个时候 他们的这个为甲府种田的这些装护人家 就应该开始进贡了 就应该向甲府进贡 向甲府送年货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甲征是宁国府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的这个指示之人 甲征这个小厨手里拿着一个柄贴来了 里面涉及到这个账目 然后这个进来的时候报告向甲征报告 然后就说什么黑山村的这个乌庄头来了 黑山村 显而易见是这个甲府 尤其是宁国府的装填所在 宁国府的装填所在这个问题 我相信研究这个经济学 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那样的一些学者 他们会关注就是这样的一份材料 因为这份材料非常的真实 而且非常的这个可靠 黑山村的这个乌庄头来了 这个包含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第一个信息是就是甲府的这个田厂 并不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旁边 而是距离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有多远的距离呢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二个这个乌庄头 就是乌金孝这样一个人物 通过这句话就引出了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接下来 这个是这个是贾珍听到小思 报的这个饼贴 说这个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 甲珍的一句回话 这个老坎头的今儿才来 这是这是这个这是这个北方官话 我们听到的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也是也是上一种北方方言说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看一看这个小思送进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饼贴 这个这个饼贴上面有 今年黑山村的就是这个装客们 装户们也就是租众 邻国府的这个装填的 这些装户人家 他们送来进贡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单子 同学们 我想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的 你们的共享屏幕上面的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一面这个展开 单子看实这边上面写 同学们把我给同学们一点时间 同学们把这样的送的这样一些东西 过目一下 这是《荒聋梦》里面写的非常细致 我想的话这个细致它具有多重的这个含义 一重的含义 就是说这是表明黑山村的这个乌庄头 他做事情这个认真 仔细 意思不苟 这是账单 对不对 这是账单 也是进账单 一年来要这个进账给账府的这个年货 里面的这个每一点 每一点 我们都看到就是里面都写的清清楚楚 从这个吃的到穿的到用的 对不对 就是里面的方方面面的都有 金银财宝 这个飞禽走售 还有这个田地里面的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出产 对不对 所有的都有 应有尽有几乎是 应有尽有 这里面 如果是有有心的同学 你可以去大体上可以计算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进账的这个账品 重量 你可以大体上可以折算一下 可以折算一下 比如说大陆三十只 张子五十只 袍子五十只 等等等等 一只 一只这个大陆大概有多重 张子大概有多重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你可以大体上可以折算一下 这总共 黑山村的装户 为了运送这样这么多的这个进账的物品 大概需要多少部多少架这个大车 或者说三轮车 因为这样的一个计算是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 其实这个在在这个 第53回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隐含的这个作者 既有一个真实的作者也有一个隐含的作者 这个隐含的作者事实上就是一个希望我们这个真实的读者 这个变成一个隐含的读者 我们所说的一个隐含的读者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我们是一个聪明的读者 我们我们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原文小说的这个原文本 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贡品物产 一共有多少斤 需要装多少架这个大车或者马车或者说这个独轮车三轮车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虽然有的地方说的有金 比如说这个银霜碳上等选用 1000斤 中等2000斤 柴碳 3万斤等等等等 有的地方是有重量的 但更多的我们看到的前面的那样的一些这个飞行走售 对不对 那样的一些都是说的只用只计算的 没有没有用这个重量来计算 我们可以给大铁汤这个算一下 就古代用的那种四轮马车 对不对 或者说那种大车 一车大概拉的重量可以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这是需要多少部这个大车来运送 甲府的我们所说的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焦舌引语的也罢 纸醉精明的也罢 我们所说的那样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看 有些张回好像能够获得一些信息 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觉 阅读感觉又不明显 又不明显 它的一种日常消耗 日常消耗的这个来处或者是出处等等 谁在供养着这么样大的一个家族 我想第53回 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描述 或者说一个展现 我们看 这个问题是 在这个供丹上面 这个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供品 宁国府的这个主事之人贾珍 看完了这个报仗丹也罢 或者说饼贴也罢 或者说这个供丹也罢 它的反应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反应 贾珍便命 带他进来 就把吴敬孝带进来 一时之间 因为吴敬孝是一个庄头 庄头这样一个身份 大概是 我想就是这个 宁国府在这个黑山村 它那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庄田 那么他们的庄田就是管理 这样的代替宁国府 管理就是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大批的庄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管家 类似于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身份的人 这间吴敬孝 名字叫的也很有意思 这间吴敬孝进来 这在院内叩头 请安 贾珍 命人拉他起来 说道你还硬朗 吴敬孝 笑悔 等等等等 然后是 把他儿子也叫进来 走走吧 表明表达的是这个主人 对这个 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 这个装刻 好像是 好像是 这样的一种 你比如说关爱也罢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照顾也罢 然后是我们看下面的 就是一句看思 就是非常随意的 贾珍的一句问语 贾珍到你走了几日 下面的吴敬孝的一段文化 回话很重要 回爷的话 今年雪大 外头都是肆无吃生的雪 前日忽然一暖 一化 路上进南走得很 耽搁了几日 所以走了一个月 两日 因日子有限了 怕爷心骄 可不赶着来了 后面的这个主人贾珍 好像是这个主人是轻描淡写的问的 装户 装客也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叙叙叨叨的回答 好像是也是解名而要的回答 没有说在路上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艰难 可是我想同学们 这个地方我觉得 这个这个叙述者 就在对他的这部作品的这个隐含的读者 在有所期待 就是期待那些有心的读者 他们去算 就算 走了在路上走了一个月里两日 那么这个贾府的这个田产 距离这个贾府 到底有多远 因为路上难走 四五吃生的这个雪 天气又突然的这个暖和了一下 所以有一部分雪又融化了 就显得更加的逆临不堪 所以道路就更加的这个难走 要比雪地里面这个行走 赶大车似乎还要这个艰难 所以我们不算多 一天这个大车驾大车 我们算大概走五十到六十里左右 同学们可以算一下 一天五十里到六十里左右 一个月 你可以想象一下贾府的这个田产 距离这个贾府有多远 有多远 而非常的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不留心 极有可能就会把这样的一些细节放过的 就是为什么主人问的轻描淡写 庄护也把自己的就是说路上的艰难 好像一笔也是一笔带过 为什么 小说里面的当事人可以这样 可是我们作为读者 我想我们不应该就是这样的 也因为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 他们说的轻描淡写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对话就轻易的放过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句子背后 有深意 这个时候的作者 这个时候的作者 我觉得他从这个 他从一个真实的作者 我觉得又分身出一个 这个隐含的作者 他对他的 对他的这部作品的隐含的读者 是有期待的 他没有把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同学们注意到 非常的随意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 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日子 这已经到了这个 出席这个之前 装护人到这个地方来经过 不会说 不会过多的诉说自己的艰难 不会过多的说 今年的这个 这个 风不调雨不顺 对不对 收成减产 不会过多的说这样的一些东西 不会叙叙叨叨的 主人也没有心情 也不会去 就是认真的倾听这样一些东西 同学们从那后面的那样的一些 这个具体的内容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我要问的是 在同学们 在你们的这个阅读当中 你们觉得曹雪芹 作为这个 小说家的曹雪芹 他会是轻易放过 这个细节的吗 如果是他轻易放过这个细节 他对这样的一些装护人家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日常生活的艰难 劳动的艰难 在这个 在这个庄家减产 连城这个减产的情况下 还为贾府进贡了 如此之多的连货 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依然不能讨到这个主人的 这样的一种欢心满意 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细节 或者说情节 拉出来 有意识的让第53回的叙述 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 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场 让我们记住了 就是离这个贾府 还有这个上千里的 千里之外的 就是还有他们的田庄 在田庄上还有多少 能够生产出那么多的这个 那么多的这个物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贾府有多少田产 有多少这个庄货人 在为供养 就是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 而劳动 而辛苦 为什么作者要把 要把这样的一个细节 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场 对不对 他完全可以 可以忽略不计嘛 不是说的这一回的 回幕的叫做 宁国府出席记宗词嘛 当然这些贡品里面 有一部分是要用来记宗词 但是他又完全可以不写 可是他写了 又没有就是充分的展开去写 为什么不充分的展开 我刚才所说到的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这个特殊的日子 有这种日子的 这个潜在的规约性 有这个日子的规矩 我们共同遵守的潜在的规矩 无论是主人也罢 仆人也罢 主人虽然不满意 也没有就这个 把仆人们大骂一通 被庄货人大骂一通 庄货人有愧疚 但是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 把这样的一些贡品 这个自己省吃俭用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还是这个送到了 主人的这个府上面来 好像一切都在寻着规矩 寻着这个明规则也罢 潜规则也罢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跟节庆 跟春节年节有关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集体性的共同性的 就是早就已经被这个 打造成为一个固化的 这样的一种经验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集体性经验的 而且又被不断的强化的 那一部分 可是偏偏的 在这个细节上 你会觉得叙述者 或者说作者 他不是轻易的 他不是草率的 就是说这个 把这样的一个细节 引进来的 不是让故事在这个地方 很随意的开了一个场 你应该会从这样的一个 一个细节里面 能够读出这个文本 或者说叙述者 他的一番别有用心 你真为就是叙述者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的那样的一种看似 依然是 依然是这个 这种 平淡 那样的一种 一种 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 不高不低 他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 你比如说 经贡者的那样的一种情绪 写得非常的夸张 同时你会注意到 他也没有把主人 这个对这个装护人家的不满 好像是也不懂规矩的 或者不按规矩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表达出来 并没有过分的夸张 又没有过分的夸张 我们所说的这个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就是这个地主阶级 和农民阶级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矛盾 这样的一种对立 似乎是一切 都还在维持着 似乎是这个一切 都还在按照我们 这个早已习惯了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再呈现 再延续 可是有分明在这样一种 延续和呈现当中 或者说之下 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有一些现象出现了 不仅出现了 你会感觉到叙述者 是对读者有期待的 他希望他期待 他的读者是有心的读者 能够在这样的一些 很有节日的叙述文字背后 能够读出这些文字背后的 那样的一些 你说是沉重也罢 你说是艰难也罢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得去读 在这里面你会注意到 就是说在这个 《红楼梦》的第53回里面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跟我刚才前面所说到的 在一个高度的集体化 高度的就是说 一个共同化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结连的 一个经验建构 的一个语境里面 是如何引入 跟这样的一种 集体性的经验 有一定的这个不协调 有一定的不合拍 有一定的不一致 他还不是完全不合拍 曹雪芹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他没有把这样的双方的 这样的一种矛盾也罢 冲突也罢 完全把它揭开来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通常也所说的 这个结盖子 他没有结盖子 让我们看到的 还是一个 就是在一个 一个日常生活的 一个不惊不乍的 天下无事的 太平无事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这个语境里面 展开的 在这里面 在这个细节上 我们同样的也体会到了 曹雪芹 他的一个叙事的风格 这样的一种风格 那样的一种就是这个 平淡而尽自然的 就是把一切 一切反复的打磨 反复的打磨 好像把一些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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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露出来的 有一些东西 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又把 不像 不像我们这个 这个 卢迅在中国小说 这个史略里面说 晚清的那些谴责小说 对不对 那些前说 这个 此风毕露 那不是这样子 这回里面 还有一个细节 但这个细节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就不跟同学们 这个 一起来分享 就是荣国府 元宵开业宴 就是这个 林国府出席 祭宗祠 祭宗祠的时候 同学们有兴趣 下去之后 看一看 在贾府的南丁门 在祠堂里面 祭宗祠的时候 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些 《红楼梦》里面的那些 那些 主人们 他们各自的位置 岗位在哪 里面特别去关注一下 贾宝玉 贾宝玉在祭宗祠的时候 他的岗位 他的职责 他的工作是干什么 我觉得那个小细节 也是值得去关注 去分析的 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往下面看 前面是这个 我们找的一个 中国传统小说的 这个文本 跟同学们 就是讨论了一下 在中国传统小说里面 我觉得 《红楼梦》的就是 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 这个第53回和第54回 我觉得是大规模的 正面的描写叙述 就是中国人的 特别是大户人家的 贵族之家的 就是这样 权贵之家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年节的 节庆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一部小说 在现代这个中文小说里面 我们同样的还会读到 注意到 就是有一些小说文本 在里面同样的涉及到 就是跟春节 或者说年节有关的 这样的一些叙述 那这样的一些叙述 我们细读之后会发现 它跟无论是在描述的 这个篇幅规模上面 跟《红楼梦》不能相提并论 而且在整个的一个 叙述的方式 整个的一个叙述的语言 叙述的视角 还有当事人人物形象的 这样的一些描述等等方面 你会发现都呈现出一些 就是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 这个风格 我们先来看一个 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 我想同学们很熟悉 就是鲁迅的这个祝福 祝福里面的 就是整个祝福文本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跟这个 这个季度有关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 活动 节庆活动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节庆活动里面 引入了一个 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 节庆环境里面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在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 高度的共同性 集体性的 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种经验当中 显得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样的格格不入的 明显的跟这样的一种环境 跟这样的一种气氛 等等等等 就不合拍的一个人物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就是祥林嫂 对不对 引出来的祥林嫂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连结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同样的 祥林嫂的这个人物的出现 其实是需要靠一个人 作为影子的 没有这个人 祥林嫂不可能成为这一个 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因为只有这个人的出现 祥林嫂才显得特别 否则的话 如果是没有这个人 因为祥林嫂在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早就属世无睹 祥林嫂这个年轻也罢 祥林嫂嫁给这个后劳六也罢 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吃了也罢 祥林嫂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 这个老女人了也罢 祥林嫂的这个逢人边问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罢 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 都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的 哪一个谁 哪一个人物的这个出现 使得这个祥林嫂显得特别呢 就是这个春节返乡的这个我 我的回来 我在这个祝福里面 也是一个想而一见 也是一个无处可待的一个人 好像是在外面游荡 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 又回到了这个老家 可是到回到老家之后 老家的这个家导致已经处理了 也没家了 所以故乡 说是故乡其实也没有家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 一个没有家的这个故乡 失去了家的故乡 还能够称之为自己的故乡吗 对不对 是在这样的一个 是这么样一个人 有这样一个身份很特殊的 跟我们通常意义上 就是说去理解一个人的身份 特别是他的一个地方身份 他的一个社区身份 或者说他的一个家族身份 就是说这个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 就是这样的一个 跟周围的环境显得不合拍 显得格格不入 这种不合拍格格不入的人 各种类型的人物都有 有这个疯子 狂人 对不对 还有这个像阿Q这样的 被宗族 被祠堂家族 就是这个早就开出了 租籍的这样的 入不了祖谱的 进不了祠堂的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说 硬撑着也要挤进这个咸庚酒店 可是他跟咸庚酒店 整个的一个气氛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气氛 又又不合拍 又格格不入的 就这么样的一个人 当然也有 你比如说像明天里面 善事嫂子和他的宝儿 再就是说孤独者在酒楼上 那是另外一类型的 对不对 罗迅作品当中经常出现 这样的一个 独一个 别一个的 别样的人 就这种类型的人 从而使得我们原本熟悉的 我们原本习未尝的 我们原本就是熟视无睹的 我们就一直这样过的 这样的生活 或者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那种方式 因为这一个的出现 被撕开了 是否改变了 不知道 但是被撕破了 这个撕破了看 这一点 在鲁迅的作品当中 我们都知道特别鲁迅的小说当中 这是我们经常会读到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叙述 我们看这个祝福 祝福里面的就是这段文字 从一开始 这段文字一开始就会发现 这根《红楼梦》里面写连结 它的那种叙述语言 叙述语言就是完全的不同的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现代的小说意义 似乎这样的一种语言 似乎这样的一种语言就已经预示 跟连结有关的那样的一种集体性的 那样的一种这个共同性的 那样的一些这个经验 被质疑了 被挑战了 被疏离了 对不对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村镇上不必说 就在天空中也怎么怎么样 灰白色的沉重的 晚云中间 时时发出闪光 紧接了一声顿响 是颂造的爆竹 这里面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字提到 我们提到爆竹的时候会是 听到爆竹响会是什么样子 闻到这个火药香 火药味是什么样子 那样一个马上会唤醒我们的 就是说跟这样的一些器物 跟连结有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器物背后 沉淀的 或者说是这个集电的 是这个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 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共同的情感 和共同的这个记忆 对不对 唤醒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读这个 读这个普洛斯特 他谈他早年的 就是说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经验 他问我们对这个 过去时间的记忆 到底是通过一种理性的 逻辑的方式 还是通过就是说 这个感性的 这个想象的 这个偶然的 还有这个非逻辑的 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进行这个记忆的 还有他有这个 非常经典的 有一些这个文字 描述 同学们可以去 自己去读 我们会读到 卢迅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字 你会发现 这是一种远离 有意识的做的一些区隔 爸对这个重要的 不是春节的 那个集体性的记忆 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 他们怎么样的 看这样的连结 或者说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身份 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一种 共同性的这种经验当中 呈现出了怎样的一种 就是说特殊性 特别性 这样的一种特殊性 或者说特别性 是小说家 他们关注的 在这里面 这个我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 这个共同经验当中 更关注的那一部分经验 更这个 关注的那一部分记忆 似乎被作者 或者说叙述者 有意识的 做了屏蔽 有意识的做了屏蔽 跟这样的一个 这个共同的节日 共同的经验 共同的记忆 有关的很多的 这种我们说 共同性的那一部分 似乎都被过滤掉了 或者屏蔽掉了 或者说隔断 在了我们所说的 小说文本的外面 我们读到的 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 重新建构的 一种 跟这个年节有关的 个人的一种经验体验 这里面的 首先的一个个人经验 是我 小说里面叙述的我 还有一种个人经验 是卢斯老爷 卢斯老爷也觉得 今年的年 跟过往的年 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出现了新党 出现了康有为 对不对 所以他大骂新党 大骂康有为 所以对卢斯老爷来说 今年的这个年节 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体验 也不同了 当然最大的不同 显而易见 既不是里面的我 也不是卢斯老爷 而是这个 早就被 早就被掳针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 当地人 舒适无堵了的 这样的一个苦命的 老太太 祥林嫂 对吗 而有意思的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里 你看这里面也写了一些 有意思的 好像也写了一些细节 这里面的细节 好像也写得 非常的具体 杀鸡 宰鹅 买猪肉 用心细细的洗 等等等等 但总体上讲 依然是 其实跟这个 年节的祝福的 祭祀的 那样的慎重 那样的严肃 那样的庄重 等等等等相比 鲁迅的这个祝福里面 这样的一些叙述文字 他依然是显得 轻描淡写的 依然是显得 就是说 很快的就过去了 对不对 这不是他关注的 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他也对这样的一些细节 没有寓意就是这个 足够的重视 重视的是下面的 重视的是下面的 哦这对不起 不是我这个里面的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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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这个 《红楼梦》里面的 有些地方 看错的地方 我们不管 这是鲁迅的这个祝福里面 因为时间的原因 跟同学们不做这个 过多的展开 第二个 接下来一个 我就是我们看一看 巴金的家 巴金的家是 现代这个小说里面 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是说在描写 出席 攀缘犯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 时间这个场景 或者说家庭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团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 一部现代小说 而且呢 就是这个 巴金的家里面 几乎是用了一张的 一个章节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篇幅 描写了就是这个 高家的 就是出席之夜的 一家人的团圆犯 而且在这里面 在这一节里面 表现出就是 巴金的 巴金在家里面 其他的有一些章节里面 我觉得 没有表现出来的 没有表现出来的 这个细致 没有表现出来的 那样的一种 这个节奏 我所说的这种细致 这个节奏主要是指的 我觉得 在这一回里 在这一节里面 我觉得作为这个 叙事者的这个 巴金显得更加的 从容不迫 更加的从容不迫 而且这样的一种 从容不迫 这个 因为这样的一种 从容不迫 所以这个高家里面 在 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 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 有一些东西 或者说这个 没有注意到的 有一些东西 也因此 都一一的这个 呈现了出来 特别是 就是说一家人的 就是好像是这个 跟我们的 我们都知道 整个的一个 巴金的家 他要写的是 要要要要 要建构的 有一种叙述 是家庭的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矛盾 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冲突 这里面的这个 矛盾和冲突 并不仅限于 我们所说的 不同的年龄段之间 比如说并不是 写一代人和 另外一代人之间的 这个代沟 虽然这是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至少叙述者 并不想把这样的一种 矛盾冲突 仅仅用代沟 这样的一种 很日常的 这个常见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 这个理解方式 去替代它 叙述者对于 高家里面的人和人之间的 这样的一些矛盾 对这些矛盾的认知和理解 包括去定义和评论 还有他自己的 这个思维的逻辑 和思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包括价值观 我们在这一回里面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读到的就是 对于高家的这个春节 年夜饭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很有意思 我觉得在这里面挺有意思 在里面你会注意到 就是叙述者 几乎是不怕厌 不怕这个叫怎么讲 似乎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耐心的 为我们描述了 整个的高家的这个年夜饭 从厨房里面怎么做 然后是怎么样的经过 第一个比如说 第一批这个庸人 他们把这个饭菜 对不对 食物从这个厨房里面 端到送到什么地方 接下去又是第二批这个庸人 怎么样的把这个食物 接过来 然后是送上桌 然后描写这个桌子上的 这个器物用的碗也罢 碟子也罢 筷子也罢 家里面的这个大厅里面 用的灯也罢 整个的描写 似乎是都是要想为我们呈现出 就是高家 做一个这个大户人家 做一个这个成功的人家 对不对 就是富贵人家 他的这样的一种富贵 他的这样的一种圆满 而且事实上你会注意到 就是说 当然也包括他的 他的人和人之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通过通过就是这样的一部分 我们比如说 分的这个联谊饭 分的这个两桌 主人的这个两桌 是怎么做的 然后是这个 做的人和人之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通过比如说 怎么样的一起拿筷子 怎么样的一起断酒杯 怎么样的一起放筷子 等等等等 怎么样的一起吃菜 欢笑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 看出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规矩 所谓的家教背后 叙述者 就是并不想让我们 仅限于 就是把这样的一些细节 理解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 家教和家规 而是需要我们通过 在这个家教和家规背后 能够阅读出 他在跟他的整部小说的主题 有关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比如说 跟这样的一个社会权力的家庭化 对不对 跟这样的一种 这个在家庭里面 就是这个亲情关系 这个人际关系之间的 或者说背后 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 权力的关系的一个真实 或者说权力关系的这种事实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巴金的家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就是这个另外一部作品 因为巴金的家 我们都知道 他要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叙述的一个诉求 或者说他要完成的一个 一个自我表达的 作家自我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相对来说比较清楚 这可能也是巴金 在他的这个家的这个 几次的这个序言里面 再版重版的序言里面 他也非常明确地表达过的 作为一个亲年人 他需要那样的一种 自我的一种 压抑的那样的一种 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宣泄 或者说这个抒发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语境里面 也许会引发出来的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联想 就是加的整个的一个叙述的结构 或者说他的一个叙述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里面 可能存在着这个种种的 我们所谓的就是这样的一些 不成熟等等等等 可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细读了 就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就是那一回 就是有关出席业家庭团圆的 年夜饭的那一回 那一张 你又会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 整个叙述结构的 这样的一种猜测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这个联想 并不一定可靠 这一回的整个的一个叙述 你会你会读下来的一个感觉 是很完整的一种感觉 是有一种设计感 是有一种设计感 就是这样的一种设计感 并不是仅凭叙述者的 他的一种这种情感 这样的一种情绪性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所说的 你说的一种书写的智慧 表达的智慧 那个wit wit到底是用智慧翻译还好 还是这个怎么样的也好 总而言之 它不完全是理性 更不完全是所谓的逻辑 它是一种跟艺术有关的 已经很圆满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呈现 我们在那里面读到那些东西 而且那样的一些东西 事实上我们阅读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体验背后 你会觉得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作者和一个读者之间的 一种对话 或者说一种相互期待 相互回应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面 还是能够比较 比较这个 能够能够读出来 就是说比较复杂的在场 那些所谓的比较复杂的在场 也就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 跟同学们提到过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这个叙述的一个结构里面 存在着 也许存在着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 叙述者 受序者 真实读者 隐含读者等等 你会发现在场的 在场的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些存在 要比我们仅仅 就是从这个作者和读者 这样的两个维度 去理解 就是这样的一张 的叙述 我觉得 要复杂得多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 这个老舍的四世同堂 这几部作品 我们前面 其实跟同学们讨论 提到的这样几部作品 特别是《红楼梦佳》 和《四世同堂》 它的描写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 取材具有一定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相近性 这个祝福略有不同 祝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景 一个局面 显得要小一些 对不对 是一种受限的 受到限制的这样的一种 连结的一种场景 或者说连结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空间叙述 可是老舍的四世同堂 和这个八经的家 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回应 正面的回应 就是日常生活形态的 就是连结 那四世同堂 又是怎么样的展开叙述呢 那四世同堂的这样的一个 连结叙述 既不同于祝福 也不同于八经的家 跟《红楼梦》也有不同 挺有意思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世同堂里面 涉及到就是连结叙述的 文字不多 而且也没有把这样的一部分呢 放到这个里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这样的一家人 就是齐家 而是放到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跟齐家 就是租众齐家的这个祖产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户 这个农民 京郊的农民 在这一点上 好像是跟《红楼梦》的叙述 有一定的就是说 这个可对话性 但是又有明显的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齐家不是大户人家 齐家的这个装田 事实上是他的坟田 是他们家的坟田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七老太爷的父母 过世之后 在这个京郊的这个 这个农村买了那么样的 两三亩的这个地 把这个 两个老人安葬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个坟地周围 还有一些可种庄稼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些地方 那这样的一些这个 这个庄田呢 事实上就租给了 这个叫长二爷的 这么样一个庄户来租种 平常正常的年级 长二爷到这个初期之前 也会给这个齐家去进贡 把这个吉姆田里面 这个打出来的粮食 除了就是说 这个自己留一部分之外 其他的是属于这个田租 是要送给这个齐家的 虽然齐家人始终说 这个这个田租他们不收 因为这个长二爷事实上 已经帮他们这个贷管了 他们家的祖坟 所以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种这个租赁关系 不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长二爷是一个 讲规矩的人 大家注意哦 在这里面同样提到的规矩 同样出现的礼节 同样出现的就是说 这个这个 跟这个我们的礼教文化相关联的 就是这样的一套话语 这个里面就非常的有意思 《佛罗梦》里面 既有这个基于经济关系的 就是这一套话语 你是主人 我是这个租户 对不对 你是地主 我是租户 我租你的地 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们之间本来是一种经济关系 对不对 可是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上 你会发现 又生发出一种 在这个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里面 还有一种这个礼仪关系 在这种礼仪关系之外 还生发出来的有一些其他的 你比如说 在长尔爷和齐家的关系里面 几乎是像亲人一样 像亲人一样 所以长尔爷和这个齐家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一种这个地主和这个 和这个和和和和周地主的田中的 就是说租户之间的关系 还是一种共享某种这个礼教文化 礼教价值观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文化关系 还是一种比如说 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时间久了 几乎是已经变成了像家人 像亲人一样那样一些关系 这是三种不同的话语 这三种不同的话语 在中国传统社会 传统的人际关系当中 它是可能产生交集的 它也可能是相互渗透的 生成出一种极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在这个现代小说 甚至于像古代小说当中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关系 叙事者有意无意的 又想把这样的一些原本看上去 好像已经混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它有意识的要把这样的一种混合的东西 好像又有意识的一一的剥离开来 让我们去细读里面的经济关系 让我们去细读里面的礼仪关系 礼教关系 让我们去体验里面的 就是跟人有关的 仁义理智性的人有关的 那样的一种近似于亲情的 有爱的 那样的一种关系 而这样那些 我觉得这样那些延伸或者说扩展 是需要同学们 我们自己去理解 在这个老舍的事实同堂里面 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有关的这个连结的叙述 明显的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这个记忆也罢 共同的经验也罢 它要建构的这样的一个语境 具有它鲜明的时代感 关于这一点 有一点像这个 鲁迅的祝福里面的 就是那个罗斯老爷 他生发出来的不满 因为出现了新党 因为出现了这个康又为 所以弄得他的这个年过得也不愉快 过得也不安稳 安生 对不对 长二爷呢 他的这个年是怎么过的呢 我们看 每到元旦 他在夜半就迎了神 祭了祖 而后吃不知多少 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 他的那点猪油 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二 祭晚财神 才做一顿元宝汤的 吃过了素馅饺子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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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赌钱 也没有别的事情 但是他必须熬夜 为使叫灶上老有火亮 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 老烧着一线高香 这是他的宗教 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 这有什么名义 但是他怨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 他买不起鞭炮 与曾经的大红烛 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彩炭 迎接新年 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 后半夜他发困的时候 这段文字是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们回看 这是因为他的世界变了 他的世界变了 他的连结跟连结有关的 所有的东西也都变了 天一亮 他那一类腰带 顺着小道去逛大宗室 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 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 豆根 这个摊子 大唐葫芦 沙燕 风车 那些红南绿 他只是为了这么几里地 看一眼那座古事 还有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都知道读过这个小说的 我们同学都知道 金灵 他可是并没有到大中四去 也没有到成年来拜年 他的世界变了 变得一点头脑 也摸不着 夜里远处老有枪身 为什么呢 七七楼枯桥事变 日本人进城了 进了北京城 我们在这样的一种 就是对一个长四 长二爷的 就这个人物的 这个形象的 一个跟连结有关的 就是他的一个 一点生活的叙述里面 我们体验到的是 传统的这个时间节奏 传统的时间节奏里面的 这个常规的生活 习惯了的生活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打破了 在这里面建构起来的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 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机体身份 因为长二爷原来 他是一个活在 机体身份当中的一个个体 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机体身份 被打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似乎是中断了 跟这样的一个 被中断的时间有关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常规的生活 和常规的生活里面 所积淀的所有的那一切 好像都被打破了 破碎了 改变了 长二爷这个时候 像我们所说的一样 似乎他一下子从一个 原本拥有机体身份的 那样的一个人 一个存在 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一 个别的身份 存在的 就是这一个 这种描写 在现代小说里面 在我们读到的 这样的几部 现代小说里面 我们都读到了 都发现 我们读到了 这个学会 巴金的这个 四十通堂里面 学会 学会在整个的一个 一个家里面的描写的 就是那样的一个 出席之夜 家里面堂院里面 他成为了 他似乎成为了 那独一个 那个独一个 他也有 也没有 有意识的把这样的一个 独一个 有意识的从整个高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和谐的 就是家庭的 家人之间的亲情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这个气氛当中 有意识的剥离出来 他让这个 学会 有的时候又 又又又又又 这个融入到 好像是又回到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 有一定亲情的 家人帮温暖的 就是那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去 那一个 好像那个时候的那一个 又回到了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集体 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一切都于集体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个存在了 那个时候的 这个体验到的 这个个体的感觉 事实上 也是 也就是集体的感觉 集体就是个体 个体就是集体 可是你会发现 读读 事实通常的时候 有的时候 决会又又又又 又有意识的 又有意识的把自己 从那样一个 一个家庭集体当中 有意识的这个梳理出来 而我们读到的 这个长二爷 他还在寻找 事实上他的这个世界 已经被打破了 被改变了 可是他还是 按照原来的方式 按照原来的方式 这个去做 比如说 在家里面怎么吃饭 怎么样的进香 对不对 怎么样的进造神 进财神等等 然后一大早出来 要逛的这个庙会 要去的地方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大年初一 要去的第一家 一定是这个齐家等等 他还想沿着过去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他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过去的生活 过去的时间 以及跟过去的时间 相关联的 所有的这一切 殆尽 殆尽明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 可是事实上 他已经没有力量 已经没有可能性 把这一切带到 大年初一 带到明天了 他的明天已经被改变了 是以外族入侵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改变了 他也因此 被一种这个强力 对不对 从他过去的 这个早已习惯的 同时他也 这个认同的 而且绿数于其中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这个生活当中 被拉扯出来了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阅读当中 文本的阅读当中 我们同样的读到的是 这一个的经验 我们读到的几乎都是 在几个现代文本当中 我们几乎读到的都是 就是这个现代的个体 和集体的经验之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视 或者说是现代的个体 无论是他有意还是无意 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无论是心甘情愿 还是不心甘不情愿 他都不得不面对 就是说 一种需要他自己去直面的 一种个人的 个别的 自己的 那样的一种存在处境 而这样的一种存在处境 这样的一种处境感 你会发现在这个红楼梦的 这样的一个 第53回的描写当中 他没有被打破 他没有被打破 没有被打破 并不意味着整个红楼梦里面 就不存在着这样的打破 我们都知道 红楼梦的最后 就是待遇 这个之死之后的保育出家 红楼梦第最后两回 第149第1820回 依然是一个圆满的形式 来书写一个破灭的梦想 对不对 他一个圆满的一种圆满的形式 出现一个破碎的梦想 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圆满形式 是什么呢 你看119回 贾宝玉几乎几乎实现了 他的父母 他的祖母 他的周围的家人 对他的这个所有的期待 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期待 就是考一个公民 对不对 贾宝玉非常的这个难得的 回归居居的 向他的母亲 这个王夫人抠头 让家里面所有的人 这个这个告别 要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进考场了 要考一个公民回来 原来的这个儿子 是一个糊涂的儿子 对不对 做的事都是一些混账事 让家里面的老人为他操心 让这个同辈人感到不愉快 现在他要他要他要满足 他他要做一件就是 这个让家里面所有人都满意的 这么样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形式 确确实实去考了 可是考了之后没有回来 到底是走丢了 还是有意识的这个离开了 我想这个同学们都能够从第119回 读得出来 第119回这样叙述完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整个的红楼梦完全可以在这儿 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事实上你读红楼梦 你会发现 他不是在第119回结束的 他119回后面还有一回 第120回 第120回的主要情节是什么呢 就是贾宝玉向他的父亲告别 这又是一种圆满 因为在第119回里面 还是有缺陷 还是不圆满 为什么呢 贾宝玉向家人告别的时候 进考场的时候 他的父亲不在家 他的父亲送这个 这个贾老夫人 贾老太太和这个黛玉的这个 您就 您就这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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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这个老家去安葬去了 对吗 所以贾宝玉的离家 就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圆圆满满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第120回好像一定要把第119回的 119回的那种缺陷 那样的一种不圆满 好像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 RQ 一定要把他的那个圈要化圆一样的 我们会注意到最后还有努力的要把这个圈化圆 贾宝玉 专门的跑到 镇江扬州之间的江边 找到他的这个船艇在岸边 船艇在岸边 这个因为下大雪 对不对 这个船艇在岸边 这个坐在船上的 要找到他的父亲 找到他的父亲 又并没有依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或者说甚至于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父子二人 相见 又一种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第119回第120回的这样的一种叙述里面 它几乎是再一次的呈现了 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53回 就是这个宁国福 这个除夕夜 这个集中词 对不对 那里面有一些用笔 相近的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地方 那样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 里面事实上是存在着 所谓的 就是说所谓的真实作者 和这个隐含作者 也存在着所谓的 我觉得 这个真实读者和隐含读者 而那样的一种叙述方式 我不是很清楚 也不能够很确切的说 就是整个《红楼梦》的 就是说它的一个 一个一贯之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 也许在有的这个章节 在有的这个章回里面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叙述 但是如果我们细看 我们跟同学们一起讨论的 就是这个三部现代小说 你会注意到 在三部现代小说里面 它的一个有关连结的叙述 有关连结叙述里面的 个体经验 个体存在 跟这个《红楼梦》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叙述 明显的有所不同 那也许最后 我们用最后的一个 另外一个文本 跟同学们做一个规矩 老舍的有一篇 这个很短的一篇散文 这篇散文可能是 同学们绝对不会去读 这个也是老舍写于六十年代的 这是一篇散文 六十年代初期的 就连锦于地方系 这篇散文如果同学们有心 你们去找来读一读 看也许能够 对我前面所讲到的 有一些内容 你们可以从这篇散文文本里面 也许能够加深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种 阅读的一个体会 关于具体文本的分享 我想就跟同学们讨论到这里 快一点过一下 就是后面的有关几个小结论 这个小结论 其实在前面的具体的文本的一个分析里面 有的地方我们也涉及到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不能够跟同学们再做过多的展开 比方是涉及到经典叙事当中的交流模式 就是时间叙事 什么样的一种叙述方式 是一种互动式的交流式的 就是叙述者和受叙者之间 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 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 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 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互动交流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样的一种互动交流关系 对于我们不断地丰富 不断地开决 就是一个文本的阅读和一个文本的理解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个事实上 在前面的几个文本的讨论里面 有的地方我可能提到了 有的地方可能只是跟同学们 把文本里面的具体细节点出来了 如果同学们有时间有精力 你们可以进一步地去细读 这里面其实 我觉得在上面的这样的一些 具体的小说文本里面 也许可以引入跟这个经典叙事学 和这个现代叙事学 相关的 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理论的一些论述 或者说整个的一个 理论的一个架构 在这里面我觉得 至少我们从前面的这个 几个文本里面 上面的几个文本里面 无论是像《红龙梦》这样的传统的 经典的小说文本 还是我们提到的几个 现代小说文本 我觉得至少从我们点出的 指出的那样的几个 还是在读者的这一方 无论是在叙述者的这一方 还是受叙者的这一方 我觉得事实上 你会发现都存在着多重可能性 多重的可能性 这种多重可能性的这种开决 或者说发现 对于我们理解 我们所阅读到的那样的一些 这个章节内容 那样的一些细节 理解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章节的叙述 或者说那样的一种叙述的艺术 叙述的方式 应该是都有帮助的 关于就是 有关这个节气和节庆的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跟这个现代中文小说里面的 时间叙述 和这个 这个现代叙事学的 就是里面的有一些 叙述的就是理论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引入关照 跟同学们分享的 大概就是这些 有些地方我也没有 因为时间的原因 也不可能跟同学们 做更多的一些展开 只是把有一些文本 跟同学们这个拿出来 做一些这个共同的分享 具体的讨论 也许还需要同学们 要依靠同学们 自己的去展开 去阅读 去解析 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的这个分享的部分 就到这里 如果同学们 还有时间 还有精力 愿意做一点这个活动 我们也可以做 做一下这个线上的交流 回应一下同学们的问题 好不好 主持人 我就先说这些 好的 感谢您的精彩讲述 您辛苦了 那在段老师的叙述讲课中 我们也了解了 时间叙事 在不同叙事形态下的 建构方式 得以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与文学效果 接下来也是我们的 互动环节 各位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弹幕 发出我们的屏幕上 随后由我进行一个转述 请段老师进行解答 那之前我们收集 报名贯卷的时候 也收集到了很多问题 也想请段老师 进行一个解答 那首先是一个 关于时事的问题 想问一下段老师 是怎样看待将 24节气融入冬奥会的 一个开幕式呢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我所说的挺好 就是因为24节气 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当代人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或者说对于我们当代人的 这样的一个启示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感觉到 已经不是那么密切 这个原因很多 我想其中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24节气 这一套 这一套这个时间 叙述 时间标示的 这样的一套话语 或者这样的一种体系 它和中国古代的 这个天文学 星象学 还有这个计时学 以及这个龙根生产 和以龙根生产 为基础所生产出来的 这个古代中国人的 这个日常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内容 生活的节奏等等 它是密不可分的 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确实实已经发生了 非常大的改变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计时方式 我们的计时方式 已经改变了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好像当初这个 明末 这个耶稣辉士 利马杜 到中国来 建我们的 这个万里皇帝的时候 他送给万里皇帝的 几件礼物里面 一个是跟世界地图有关 一个就是跟这个 计时方式有关 他带回来的 带给这个送给 这个呈现给万里皇帝的 好像还有一架 还是两架 这个自民钟 西洋的那个时候的自民钟 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具有 具有这个 象征意义 具具有这个知识 和这个文化上的 象征意义 因为它是西方的 就是近代文化 或者近代科技的产物 或者说象征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它似乎又代表了 跟这样的一种 近代知识 近代文化相关的 就是说近代生活 包括近代时间概念 对不对 所以它似乎是 引发出来 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 时间概念 和在这样的一种 时间计时方式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生成出来的这种 现代生活 它确确实实 和我们的这个 传统生活之间 这个已经这个 有了很大的这个隔离 这样的一种隔离 即是一种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上 某种程度上 可能也是一种 就是说这个文化上的 甚至于就是说 这个审美上 可是问题是 这个在生活层面的 这样的一种梳理 不代表着 就是说做一种 虽然远离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一种存在 但是它做一种 过去的就是 这个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一种代表 一种象征 甚至一种符号 一种经验 来自于一种审美 一种价值 这使它和我们 今天的这个文化之间 和我们今天的 日常生活之间 依然具有某种 程度上的可对话性 它依然具有一定的 文化活力和文化生命力 审美活力和审美的 这个生命力 我觉得事实上 通过就是这个 冬奥会的就是这个 开幕式也罢 还有闭幕式也罢 好像是这个 跟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说这个 传统文化当中的 就是一二十四季 就为代表着 传统文化的 这一部分内涵 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 一个场景当中 它又再一次呈现 又再一次一种 现代的手段 现代的方式 被这个叙述之后 或者被呈现之后 你突然发现 就是说 固然二十四节气 它的存在 有它的这个 独立的自身的意义 可是我们用 现代的这样的一种 手段方式语言 对它进行 重新叙述 叙述之后 这样的一个 二十四节气 它又呈现出来一种 就是既跟传统的 二十四节气有关 跟传统的 中国的这个社会 这个历史和文化有关 可是分明又进入到了 就是现代中国人的 这个文化 语言和生活场景当中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努力的一种 一种这个 场势 我觉得这种场势 本身是非常的 值得鼓励的 因为这个 有的时候 如期我们去关注 就是这样的一种 这个 传统文化资源 它是否和我们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 当下的处境 具有某种可对话性 还不如我们去 先去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用 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重新 集合 或者说重新这个叙述 这个重新赋予 我们所关注的 这一部分 这个 传统文化资源的 一个活力 看一看 就是说 我们还是否能够 和这样的这种 文化资源 进行这样的一种 机遇 就是这个 生活的 文化的 审美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 对话的可能性 我就想先说这些 就是 好的 非常感谢 段老师的回答 那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们的互动环节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段老师的参与 也感谢各位观众 那下面呢 我就宣布 本次泡泡课堂 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同学 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